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念曾经并肩飞行的第七大队的伙伴们 更重要的是 我想把在国外累积到的飞行经验带回祖国 帮助团队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飞行员 所以亲爱的祖国 亲爱的北京 我要回来了 白表还有承车 卡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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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控制 我现在要控制 你现在要开始车 我现在要控制 好 好 雷尉誠二釦一 雷尉二釘书 遇到二彩形 vale 多秒 航班 Volt n 雷尉誠师 全酸 快点 别急 快点 别急 导演 远告 远告 圣文 圣武 你怎么洗手 您就是徐医生吧 总算是见着面了 那个白衣天使对吧 我女儿啊 我从小就特别崇拜医生 真的 你女儿真有眼光 家里有医生 全家都省心 小薰 我们现在就见个面吧 但是我有个条件 带你妈妈一起 去哪儿见面啊 你们家离哪个医院去 寺院最近 半个小时以后 寺院门口见 我儿子 你什么意思啊 怎么回事 怎么上医院去见面啊 跟医生约会就得去医院 张医生 结果出来了 妈妈有个什么情况 师兄 快点让你说着了 小薰妈妈 是冠心病 儿子 你是怎么一眼就看出来的呢 阿姨 这你还能不知道啊 清风一直是咱们学院的第一名 现在呢 又是宴席医院的一把刀 这眼睛 毒着呢 师兄 要不你给我们讲讲 让我也学一学 妈 冠心病的发作 通常情况下 没有什么征兆 少数情况下 有一些非典型性的表现 今天在跟小薰薰视频的时候 我发现她妈 一直用手拖着左下颌 我当时初步判断 她妈妈应该是 左边牙齦疼痛 加上左肩左臂 牵引性疼痛 这种表现啊 就很有可能是 冠心病发作的前兆 而且冠心病一旦发作 极有可能造成心肌梗死 甚至是猝死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误 所以我就约了小薰 在救济的医院 不上见面 我吓死了 徐医生 你太厉害了 幸亏有你 要不然 我妈可就危险了 谢谢您 小心不客气 这是医生该做的 徐阿姨 我也得谢谢您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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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